工程人員開著大型機具 在加油站內開挖 要進行地下水跟土壤檢測 但挖著挖著卻發生意外 整個墻子給你轉進去都一個洞 機具挖破油槽海的加油站 油槽破裂 業者拿出油槽碎片控訴包商 置之不理 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現在營業所知 我已經從我被敲到那一天之後 我就沒有柴油配搬 因為我柴油要抽起來 人家下去維修 抽起來有放在這裡 也是一個危險 一萬五千公升的油品 殘遭污染不能賣 損失至少42萬 還不包含營業損失 目前只能暫時 把油品抽出來 放到桶子內 是撿到柴油 如果那一天 撿到棄 檢測到汽油 是汽油爆炸怎麼辦 這起意外是發生在苗裡的通宵 環保局委外廠商 要在新浦這間加油站 進行土壤跟地下水檢測 但什麼都沒測到 就先挖破油槽 因為射警前 雙方在溝通的時候 對油灶範圍判斷發生錯誤 環保局表示 已經要求承包商 要支付廢油的回收費用 也會追究責任 畢竟加油站 充斥氣纏油相對危險 廠商在凿凍前 沒有提高警覺 還遭破油槽 實在太大意 見苗栗綜合報導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第酸水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